哈喽各位小胖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跟小胖分享一款 永不断玩的VPN转件 而且现在是有活动 可以直接白漂6天60G的免费流量 它支持我们的Windows 安卓 iOS以及MicroOS全方位支持 非常适合新手小白的使用 它简单方便 而且免费接手TrapGVT 流媒体耐飞等等各种线路 最重要还支持海外游戏的加速 好下面我们废话不多说 进入实操体验 首先我们需要先来到我们博客 本期的相关资源都整理到我们博客资料 我们要白漂这6天60G的流量小白 在注册的时候一定要输入这个福利码 只有输入福利码才可以免费领取 这6天60G的免费流量 如果你想无限叠加的话 记得把视频看到最后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官网直达 进行这个下载 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手机iOS的话 我们直接只需要登录美区账号 然后无需方角就可以直接下载 这里有详细的校成 下面我们给小伴进行这个演示 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苹果手机上 好下面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苹果手机上 我们打开我们的APP store 在这里的小伴一定要确保 你已经登录这个美区账号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点击这个头像 然后把它拉到最下面 进行这个退出登录我们的美区账号 如果没有美区的话可以看一下 有详细校成 然后我们返回 然后在这里输入小地球仪 然后进行搜索 好我们看到的小地球仪就是这款软件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步方向的搜索下进行下载 下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它 好我们允许然后同意继续使用 我们知道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页面非常简单 我们先点击左上条三条红杆 在这里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邮箱进行这个注册 我们点击注册 因为电脑上还有microOS上是无法直接注册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安卓手机或者苹果手机上 进行这个APP注册 我们只要输入邮箱 发送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然后一定要输入这个福利码 没有福利码的话 你是没办法领取到我们的免费流量的 好下面呢 我们就先直接进行 好由于我已经注册过了 我就直接进行这个登录 好登录之后呢 它就会有这个弹窗通知 我们点击允许就可以了 好我们允许它 好这样呢就这个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软件页面非常简洁 只有一个开关拉下它就打开这个VPN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如果你想切换不同国家的地区和节点的话 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一个小点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上不同国家还有地区 如果你想要切换哪个国家的节点 那你就点击哪个国家的国旗就可以了 好比如说我们选择新加坡 好这样就连接成功了 非常简单 我们也可以切换 像日本 好 不同的背景的代表是不同的国家 如果你不想使用这款VPN的话 我们同样直接拉下 进行这个关闭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如果小邦想使用Track GPT的话呢 千万就不要选择香港节点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速度具体如何 好我们现在用到的十字本节点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YouTuber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谷歌类网器 好 来搜索一下 好点击我们的头像 播放列表 找到我们的4K视频 好我们进行播放 好我们可以看到 点开了马上播放 非常的流畅 4K视频是可以轻松了开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小邦想器 好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怎么样 好 非常的流畅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奈飞能否正常打开 好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呢我们用的是日本节点 所以我们的奈飞打开出来就是日本的这个语言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 10次呢 160兆 我们的百兆框带呢 可以轻松跑板了 这就是在我们苹果手机上的使用方法和教程 非常的简单 而且通过它呢 还可以给我们的 外服游戏进行加速 如果一直在玩一些国外的游戏呢 就可以通过这款VPN进行这个加速 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在 Windows上是如何使用的 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电脑上 小伙伴呢 直接点击这个官网下载 就来到它的下载一面 根据你使用的系统 选择它的下载链接 我们是Windows的点击下载 下载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下载这个压缸件 我们直接进行这个解压 解压之后我们打开它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版本的软件 基本上是64位的 我们随便选择任何一个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双击打开它 它就会弹出这个下载页面 我们点击下一步 如果你不想安装在C旁 你也可以选择在D旁 我这里就选择默用安装 好安装非常快 我们点击下一步 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呢 在桌面就有这个快捷键 我们双击就可以打开它了 然后呢就需要输入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如果你是直接在Windows上呢 它是没办法进行这个账号注册的 我们可以点击注册 大家可以看到只能通过移动端 所以说小伙伴一定要先在安卓手机上 或者苹果手机上先下载进行这个注册 才可以在电脑上使用 好下面呢我们就直接进行这个登录使用 现在登录完成 我们先退出其他的软件 好下面呢我们直接开启链接 我们可以看到开启链接之后呢 它就会弹出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允许访问 在这里呢我们再点击左边的这个图标 我们就可以看到 也可以切换其他国家和地区 根据你想要的去切换 小伙伴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想使用TripeGPD 那就不要用香港节点 在这里我们直接使用它默证的美国节点就OK了 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YouTube4K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4K视频 看到非常快啊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呢直接是2万多K 默证呢就已经是4G了 还是非常不错 毕竟呢是白漂的流量 现在呢直接是4万多K了 非常不错啊 好5万多K了 稳定而且非常的快速 不断的再提升加速 像这种节点呢 看8K视频也都是可以轻松秒开了 好6万多K 好又5万多K 基本上稳定在5万和6万左右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TripeGPD 还有耐飞能否正常打开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TripeGPD 打开非常快 我们来试试一下 写一条留言 好非常快也非常流畅 好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 耐飞能否正常打开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耐飞也是可以正常打开 来我们再测一下速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脑上的测速 结果呢是170兆 同样呢也是轻松跑忙我们的摆照宽带的 好了本期的这款小地球VPA呢 我们就简单的测试到这里了 小伙伴如果想这个流量无线叠加的话呢 可以通过你自己的邀请码去进行小号注册 通过小号注册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无线迭接了 但是呢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邀请码 就可以获取330G的流量 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本期的教程呢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小伙伴如果遇到有其他问题 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 我看到的话呢也会一一进行这个回复的 感谢小伙伴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